他们在学习一种概念就是我笼统地看一件事情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再去看它的detail是怎样的 从这个地图当中我可以看a narrow topic 在你选定主题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想法具体化 你可以想出故事不好的结尾 也可以想出故事好的结尾 但either way哪一种方法都可以 这是你自己的创作的一个过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Jesse的小宇宙 我是Jesse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公立学校二年级第四周所学习的内容 同样的今天的视频还是分两部分来介绍 第一部分来介绍美国公立学校正常授课的内容 第二部分介绍天赋计划项目 gifted program所学习的内容 二年级第四周有这样几个侧重点 第一个点就是学习如何看地图 这个就是地图的学习材料 老师要求他们能够认识东西南北也就是方向 画出绿色代表陆地 蓝色代表着水或海洋 他们又学习了各种图标 在地图的相应的位置当中找到相应的图标 并且画出相同的颜色 比如说这里面出现很多美国人很喜欢的活动项目 比如说tent 也就是他们露营的帐篷 这个蓝色的三角就代表着是帐篷 棕色的呢 就是露营的小房子 然后camping trailer 也就是他们的房车 这个就是房车的位置 所以这几个是房车可以停靠的位置 还有campfire lily画的是黄色 表示这个地方你可以有篝火 可以在这里露营 roll boat lily画出的是粉色 在这个水域当中 你可以划船或者是kayakin 第四周 其实他们在学习一种概念 就是我笼统地看一件事情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再去看它的detail是怎样的 从这个地图当中我可以看 这是我笼统地看 然后我再凑进去看 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在看detail 那再比如说 第四周的第二个侧重点 也就是学习名词 那有一些是笼统的名词 大范围的笼统的词汇 那另外一种就叫做专属名词 让我们打开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笼统的概括的名词 它里面有包括什么样的词汇呢 比如说food 食物 restroom 厕所 grocery store 食品超市 movies 电影 这些都是很笼统的 再比如说dinner 晚饭 另外一边呢 就是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是什么呢 也就是它具有独特性 是在笼统的名词下面的一些特定的东西 举个例子看看啊 Disney World 那就指的是我们知道的Disney World Disney世界 Disney乐园 再比如说这里 China 那China是大写的 所以它就指着China这个国家 New York 这里也是大写的 那么就指的是纽约 Walmart 大家都知道 就是沃尔玛超市 Dr. Pepper 那美国人很喜欢喝的一种饮料 就是Dr. Pepper 也很像可乐 还是有点细微的差别 有点点好像Almond的口味的感觉 他们还学习了 那在这个当中 这些都是名词 那名词 左边这个叫做笼统的名词 Thin 表示东西 东西再细节一点是什么东西呢 hair 头发 然后这边又是笼统的 笼统的是person 是人 那再细节一点是什么样的人呢 Grandmother 也就是祖母 或者外祖母 接着我们刚才的思路来 他们学习了什么是大致的笼统的 然后什么是进一步细节的detail 那他们就演出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第三个侧重点 也就是他们学习了topic 主题 那我们来从这个图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幅图 通知这幅图下面有两个选项 你觉得哪一个选项更能够代表这幅图的内容 第一个 animal homes 小动物的家 而这个就是笼统的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下面一个 animals that live in trees 你会发现第一个好像也对嘛 但是它和第二个选项相比 它更笼统 而第二个更细节 也就是更能够清晰的代表这幅图的内容 第三幅图 ocean animal 表示的是海洋动物 没错呀 看起来有sponge 然后有各种shell 然后有海龟 看起来有海草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ocean 下一个选项 ocean animals with shells 有没有发现 更具体 我们看到这些小贝壳 海螺 然后有海龟 都是有壳的 它更具体 它更贴切 也就是说 他们这一周的重点 就是让你区分 什么是大致绒统的 什么是更细节 更贴切 更具体的 第一页纸有一个主题 叫做 a good topic is clear 很好的话题主题 它是很清晰的表达 接下来我们翻到第二页 第二页 它上面写到 很好的话题 还要怎么样 is interesting 它要很有趣 我们看到这个狗 好像在跳舞 穿着一个tutu 很可爱 然后旁边有雨伞 就说明它是在门口 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my name is Chacha 哦 这里会发现 在这个上面 Lily在下面 比如说Chacha 下面画了三个横线 然后I am Mason's dog M下面画了三个横线 它解释说 这些叫做Chacha 叫做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 我们要大写 所以它画了三个横线 表示它这里没有大写 应该把它改成大写 然后I am Mason's dog Mason是一个人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所以Mason的M也要大写 I am smart and cute 我很可爱 然后我很可爱 很透明 I meet him at the door 我在门口和他见面 Then I do a dance 然后我看到他 我就会跳舞 那你给这个故事 写一个topic 它的主题应该是什么呢 Lily写的主题是 Chacha The dancing dog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页 第三页该到学生 自己做练习了 它上面要求你 Choose a specific topic 选择一个话题 Fun at school 在学校很有趣 然后你自己写出两种方法 来表示在学校很有趣 然后你选择哪一种方法 你觉得可能更贴心于这个主题 Lily写了两个 第一个是 Play on the monkey bar 单杠上面玩耍 第二个 Have resize 有休息时间 那Lily在第一个 在单杠上面玩耍上面画了一个圈 表示第一个 更符合学校很有趣的这个主题 第四页 进一步的要求你 Choose a narrow topic 在你选定主题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想法具体化 所以你看这是个金字塔 你要怎么样把你的想法具体化呢 首先你想到的topic是什么呢 可能是一个pets 是宠物 然后再具体一点 宠物是什么样的宠物呢 它可能是animals 有宠物的animal再具体 再具体一点呢 它是mamos 说哺乳动物 那当然你可以选其他的reptile 或者爬行类动物 或者其他都可以 那Lily继续往下写 mamos哺乳动物 然后再往下写 什么样的哺乳动物呢 具体到具体了 也就是cat 小猫咪 所以这就是你的想法 从笼统到具体的一个过程 第四周 同样的通过故事学英文 他们学习的故事是 When I was young in the mountains 通过这个故事 他们学习了一些词汇 比如说一些农场的词汇 像是pasture shiver mount gust threatened 害怕 这些词汇 那你把这个相应的词剪下来 贴掉它对应的位置 再来我们来看一幅画 我们不是会画课 是英文课 老师会给他们读一个故事 过程当中呢 你来把它画出来 并且这个故事是没有结尾的 你把它的结尾 故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把它画出来 这个故事可以发散你的思维 你自己去想 故事的结尾会怎样 你可以想出故事不好的结尾 也可以想出故事好的结尾 但either way 哪一种方法都可以 这是你自己的进行创作的一个过程 第四周的数学 他们学习了什么是奇数 什么是偶数 even number有哪些 up number有哪些 1357924680这样子 把它写出来 up number even number 所以做一个练习 不是很难 在这一周的手工课当中 他们学习了做被子 可以把它想象的很大 然后老外的这种quilt 就是一个小布 一个小布 把这个小布拼成了 一个很漂亮的被子 这里还做了一个 他说这里有一个小口袋 你可以把小东西塞进去 第二部分 我们来讲一讲 美国天赋计划项目 二年级第四周学习的内容 还记得我们在第三周 上一期的内容当中 我们讲过 他们进行了头脑风暴 并且用雪花积木 来搭出老师要求的内容 这一期老师要求 他们搭出一个动物 那叶利首先在纸上面 画了一个蛇 然后用雪花积木 拼成一个蛇的样子 在头脑风暴内容上面呢 最后呈现的样子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test A A B C 莉莉把这一幅图 想象成是一个 寻找礼物的小游戏 A对应的就是礼物 B对应的是气球 C对应的是小兔子 这个作品的标题是test 看一看你能不能找到 相对应的奖品呢 开学已经一个月过去了 总结一下 二年级gifted program中 老师用了四周的时间 来锻炼学生发散思维 进行头脑风暴 好了 这就是二年级 第四周学习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们点赞 订阅并分享 也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帮助我们成长 这里是Jesse的小宇宙 我是Jesse 我们下次见 Bye 不要忘记点赞 点赞对我很重要 点赞点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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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